我们必须从这个纲铃当中去体会 去认知 再认知 然后肯定就能够依教风险 肖这个字就是佛家讲的信心之全体 《般若经》上讲的诸法识相的一个符号 从这个字我们能够体会到 它所表的意思 虚空发迹 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 谁能够认识呢 在佛经上面讲的 发生大死 为什么他能够认知呢 因为他正得发生 什么叫正得发生 肯定 虚空发迹 一切众生是自己 这个肯定就叫正得发生 这个意思我们在前面给诸位做了报告 我们跟一切众生当中 还有许许多多的矛盾 有许许多多的误会 有许许多多的冲突 都是不了解四世真相 了解四世真相 哪里会有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的发生 就好比一个人生病了 生病是什么呢 佛家常讲四大不条 这个人生病了 我们与一切众生不能调活 发生生病 与一切众生调活 发生健康 张爱发生调活 是什么呢 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尽私烦恼 沉沙烦恼 五明烦恼 我们在讲习里面所讲的 妄想分别之处 你有这些东西 所以就四大不条 发生不和了 因此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违背了发心 我来说 咱们 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